大門壞天板塌 住的人了無生趣 環境宛如廢墟 她的妹妹的投報的時候 是因為她這個暗主 在9月份的時候她中風 因為她抑制非常消沉 甚至想不想活 這些比較負面的思想 那我們就很快地就來 那天叫人來算的時候 是根本那人不敢說 因為太過昂貴了 超過一萬塊 人家也不敢去動拿東西 只要動拿東西的話 他有可能會整個坦塌下來 想方設法解決困難 排除障礙 村長和司機職工 除了協助打掃 也安排專業人員 來接電安裝燈具 就跟她溝通了之後 我們把說 因為她反正一個人住 我們就把她住的地方 就移到客廳 因為客廳空氣也很好 就讓她的活動空間在客廳 包括她煮水 睡覺都可以 師兄 師姐 大家都很努力很勤奧地 在團結地在幫他們打掃 同時也安排案主江先生接受針灸 真的是給我一個鼓勵 給我有信心 因為我真的是很不住 我坦白講 新門打開 空間也明亮 健康才能隨著來 我們也高興 你也高興 好不好 打開新聞 鄭近平 余秀娟 馬來西亞報導 星期益 長 天啊 天啊 如果 謝謝